入选的第一户家庭刚刚买了房 发光了我们父母一辈子的积攒的东西 还从我们的亲朋好友 以及带了很多款 才终于把这个房子买了下来 入选这期节目的第二队选手 是刚刚步入婚姻殿堂的小夫妻 我们两个大学没在一个城市 我一直在水阳 他在北京 我们就这样一直异地练 一练就是七年 毕业的时候 我一直在给我打电话 说亲爱的 你在哪我就去哪 然后听到七干话的时候 感动了都要哭了 交换空间 大家好 这里是交换空间 我是王小千 今天的节目呢 在北京来进行拍摄 参加今天节目的两个家庭呢 都是刚刚拥有了自己人生的第一套房子 心情相当的兴奋 你还记得自己拥有第一套房子的时候的 那种心情吗 我个人呢 当时是攒了好多好多的劲儿 希望能够让自己的家特别的漂亮 特别的好用 可是又觉得这个劲儿好像无处可使 有点束手无策的感觉 我们的两位选手 两户选手差不多也是这种感觉 他们呢 就是觉得自己的家里现在是缺点什么 可是真的让他们讲到底缺什么 又说不出来 他们就是想要完美的家居 想要完美的家居 对设计师而言 那就是压力山大的事情了 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下两位抗压能力超强的设计师 我是设计师邀小丹 我喜欢摄影 艺术创作 这些比较时尚的生活 也非常喜欢读书 品名 料理 这些比较传统的生活 传统和个性的结合 便是我的一个设计特点 做室内设计十一年 不同阶段 不同场合 不同的交往 磨码了我的专业技巧 开阔了我的眼界 丰富了我的灵感 完美设计 充足体验 希望大家在我的设计世界中 享受完美 惬意的生活 我是设计师白燕 进入这个行业 已经整整十三年了 记得小时候 到姥姥家过年 家家户户都要贴窗花 而姥姥剪的窗花 无论是贴在四角的角花 还是折剪的团花 都是村子里非常有名的 那便是我最早感受到 渲染气氛 烘托环境的手法 想来我现在深深的热爱 室内设计 便是原一词的 对我来说 每一个作品都是一个宝藏 每一次业主的肯定 都是我前行的动力 而设计对我来说 不只是我非常热爱的工作 它更是我生活中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它可以让我 用更艺术的眼光 来看到生活中 最美好的事物 两位设计师 接到任务之后 马上前往选手的家 先来看看 邀小丹 要改造的这户家屏 大家好 我叫崇宏宇 是一名航线工程师 我叫成林 是一名医生 我们俩的缘分 就好像电影 《冲冲大年》 刚开始的情节一样 对她是一见重情 我们两个大学 没在一个城市 我一直在沈阳 她在北京 我们就这样一直异地恋 一恋就是七年 毕业的时候 我记得她给我打电话 说亲爱的 你在哪我就去哪 然后听到这番话的时候 感动的都要哭了 2014年 我们终于结束了 我们的马拉松 恋爱长跑 并在北京 有了自己的小家 这个家不大 是一个60平米的二手房 经过我们夫妻 打的简单装修呢 现在也还算温馨 考虑到以后 要生意到三口十家呢 我们希望设计师 把我们家设计的 明亮时尚 然后有独立的隐私空间 最好呢 有一些储物空间 因为我们家比较小 我这次作品的名字 叫鸢尾花开 鸢尾花是法国的国花 花形硕达而美丽 这次设计的灵感呢 也源自鸢尾花的浪漫 和它的洒脱 鸢尾花象征着爱情和勇意 也象征着勇敢和无惧 所以我将这次装修 所有美好的妓院 寄托在小初夫妇家里边的装修中 再来看看设计师 白燕要改造的这户家庭 大家好 我叫徐文 我喜欢弹琴 大家好 我叫蓝天光 我最喜欢听我老婆弹琴 我们两个从上大学开始 就离开了自己的父母 还有家乡 一直在北京打拼 现在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 这个房子购置十分的不容易 为了买这个房子 我们花光了 我们两个人的积蓄 以及父母的积蓄 还从亲朋好友 以及又从国家带了一些款 才把这个房子买了下来 我们在这个房子的固质 非常简单的情况下就入住了 我希望我们的房间改造以后呢 能够简洁又大方 温馨又精致 然后技能高大上 又有小清新 然后让其实用性 功能性 设计性 与异体 然后还有就是 张大熊 你说那么多 设计师能记得 是有点多 那我就不说了 那就拜托设计师了 有压力 但是我一定会尽力的 拜托 你主人擅长弹琵琶 所以这次设计 也要拥有一种意境 春江花月夜 鱼儿喝着月声兮兮 盖起层层涟漪 菌水月在手 弄花香满衣 便是我这次设计的主题 双方的设计师 还有选手 都已经准备好了 那么马上就要开启 我们48小时的装修之旅 在此呢 我们要特别的感谢 欧海家居集团 为我们提供的 各2万元的家装基金 以及还有天增工条 为我们提供的 各1万元的家电基金 各位听好 48小时到即时 开启 采买过程中 蓝队要买的材料 很是特殊 衣箱粉色的 有特色吧 对 有特色 这里边呢 主要是卖防骨建材的 咱们看一下 看这个很漂亮 对对对 这个是砖雕的隐蔽墙 你看 这边有我们的 这个富贵牡丹图 还有龙凤城墙图 这边还有荷花 一般中国人呢 他既直冲洗回旋 会在进门处的地方 加一个隐蔽墙 这样美的这个图案 放在这个进门处的地方 都会非常的漂亮 很有寓意 也很大气 那这个是用在哪的 这个咱们经常看到一些古装片 里边它的大门 经常会有这样的门口 对不对 这个是非常威猛的 这个狮子的图案 但是在现代呢 经常作为局部的装饰用 一般也是放在门口的位置 对 它放在门上比较威严 简单 很大气 是这样的 那摄影师我看这些 基本上都是用在户外的多一些 然后我们今天给红队的家庭 应该选择什么东西放在室内呢 是 这次咱们要给红队家庭买的吗 是他 啊 红啊 这个不是老房子上 房檐上用的吗 这个太丑了 这也不能用于室内吧 没错 咱们用的就是它 但是这次呢 咱们不用它的常规规格 咱们要把它切成小段 将来切完以后呢 是这样的 咱们看一下 一小片的 对对对 切成五厘米左右 一小片的 但是我也想象不出来 这个应该怎么组合起来才漂亮呢 你看着这个东西 非常的平凡无奇 但是就是要通过我的设计 将来把它变成一个不平凡的东西 红队来到了一家 卖石膏材料的店 都是石膏线吗 这个石膏线非常的重要 也非常的多 但是这还不是我们的全部 里边我们的石膏圆盘 石膏顶线 石膏权 脚花 太阳线 我们都需要 这样我们要在48分之内 把蓝队家装修完 用这种石膏 我们能完成这个任务吗 石膏这种材质的话呢 非常的任劳任务 表麦能进行我们的钉袍锤锯 而且石膏粉这种材质 像衔接的话呢 经过打磨 能够达到一个无缝链接的 天衣无缝的效果 所以说48小时没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您看 这只是一种颜色 这么单皮 那放在家里面会好看吗 你说的颜色的问题 同样的石膏材质的话呢 表面非常容易施工 可以我们的销机器啊 纯钻器 骨胶器 地质等等各种材质 进行衔接 都没问题 那就是可以改变各种颜色啊 对 没问题 哦 反对 你们看到了吗 今天我们和设计师来搜街 这里有这么多 大大小小的石膏具体 都要放到你们家 那你们家可能会变成 一个石膏的王国哦 你们能想象得到吗 你们准备好了吗 红队这边的施工现场 工人师傅们正忙着热火朝天 这种温线赶的片都没有呢 这怎么这么多人呢 这桥上货了这么多东西 这都是什么呀 这就是刚才咱们定制了石膏制品啊 石膏线小花 线角还有罗马柱 现在已经都上墙了已经 它会不会影响了我们这个使用面积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会不会降低这个举架 导致我们比较压抑啊 现在颜色来分析啊 白色是一个发色颜色 它会感觉空间非常的宽幅 另外咱们说数字啊 拿数字来说话 这个顶盘我不光没有降低 它里边有好多以前的线管是坏路的 我经过改造以后的话 高度提升了十公分 好凌乱啊 这能好看吗 耐心 耐心在哪里啊 你们这个不太专业 咱们现在搭的是基础的骨架 把骨架搭建完了以后 我们逐步的才能去封满这个设计 蓝队处理沙发背景墙时 用到了搜街买来的铜网 在墙面的中央设计师还采用了手绘装饰 还有设计师 咱们的铜网红来这儿 这比单片摆的就好看多了 这个城市感对马体验出来 就好像鱼鳞一样 哇 终于听见你这么说了 它再也不是一个平凡的东西了 咱们这块的创意是这样的 就是琵琶声响起 鱼儿喝着音乐 浮导 水面上荡起层层的波浪的感觉 是不是有点艺术感 对我感觉出那个画面来了 还有阴点 但是你说我看这两边 这儿有一个图案 我觉得特别喜欢 而且特别好看 是吗 那你感觉它像什么呢 我觉得它像一条鱼 我觉得像个月亮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任何心目中你喜欢的图案 它可以是一条宽快的鱼 也可以是一轮月亮的抽象图案 也可以是水波荡开的感觉 咱们这个整个的设计呢 就是两边都是壁波的感觉 中间呢是这个抽象图案的感觉 我感觉这边像一幅中国船船的情况画 非常有意久 我老公在家平时经常说错话 就今天说在脸上呢 我也确实特别喜欢 红队这边 墙面大量运用石膏材料做装饰 工程量很大 两位选手也是忙上忙下 一直在尽自己所能 协助技工师傅 媳妇你看这是罗马柱 这一般都出现在比较隆重的一个场合上 然后你看咱们结婚 它都有罗马柱嘛 哦 那这东西应该放在咱们家呀 咱们家可是婚房啊 就需要这种高大上的东西 那你得问设计师啊 设计师 你说我们家哪有这东西吗 你家有啥人得问白设计师啊 我怎么知道你家的情况啊 当然呢我这个做罗马柱的话呢 也是非常讲究的 这两个罗马柱首先从功能上来讲的话 它限定了我的电视墙的位置 使电视墙非常的突出 你看刚才你老公不会是建筑师啊 这种艾奥尼式的柱头 超过柱身 相当着女性的非常柔美的感觉 你家里边一定要温馨 温馨效果通过两个罗马柱 你能够体现出来 这个像镜矿一样的地方是干嘛用的 你这说的已经挺专业了 咱们这个镜矿的呢 是起到一个突出的层次感 里面的话呢 你看我写着纸的位置 当然字难看点啊 咱们这是贴壁纸啊 我们选择的壁纸呢 选择就鸢为花的 这个卷草纹的那个方斑性 对 看见没 这就是你家的电视墙 很高大上啊 我们那个可是婚房 档次不能比得差 蓝队餐厅门厅区域 采用明黄色做底色 配以精美的强绘装饰 我觉得特别棒 我们俩的诗花的特别色亮 对 我们的师傅特别特别的认真 而且这个工笔画呢 它是任何的笔纸和涂料的工具所 不把语异的 因为它是独一无二的 其次呢 它跟我们的客厅的主题 也是完全呼应起来的 客厅咱们采用的是 中式水墨写衣化的这种形式 那咱们餐厅呢 用的是中式公布衣化的形式 它俩结合起来 有很重要的这个景色情怀 并且咱们这部画呢 也体现了咱们的主题 诺花鲜满意的美好意境 嗯 男设计师 我作为一名女生 看到这个明亮的黄色 还有加上这么美丽的花褪 都真是特别的景色 觉得好美好美 嗯 我作为男生也特别喜欢 特别棒 哇 这么多玫瑰花啊 老公你看 人家设计师多新鲜呀 把玫瑰花都给人家贴墙上了 你都没送过玫瑰花 没准啊 我们那边也有 如果没有的话 我都给你补上 好 这可是你说的啊 这聊什么呢 这么热闹 再聊你的玫花呢 玫瑰花好看吧 好看 看这个 看这个更好看 哇 这还有王冠啊 这个装饰花呢 放到我们的沙发背景的墙 能够提到一个 居中的视觉集中效果 这个呢能提到化妆点睛的效果 非常的重要 哦 那是不是 我看到这边还有好多的梗形 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呀 这个梗形呢 从装饰效果来讲的话 我们用的这个方式 能够体现这个房子纵身的感觉 房高不是太高的时候 会让房子显得挺大 下面的话呢 我们这个里边 做的是些储物的功能 展示跟储物相结合 你实在是叹息性的了 这又有观赏性 又有实用性 又有功能性 这必须得给你点个赞 放这个窗户里面在那儿 然后把它放立起来 放下立起来 注意安全啊 对对对 那少爷是这个 是放在这儿起到一个什么作用 它起到一个隔断空间的一个作用 把我们的这个仰台区间和客厅空间 做一个弹性的分割 但你会觉得它登割的时候 是若隐若现的 对不对 特别漂亮 这有点猛猛的感觉 对对 也是一副模画 对 跟我们的整体空间的感觉 也是呼应起来的 咱们这个用的是 沙漫的形式材质 做了窗户的效果 然后上下来 咱们都窗户了这个 手末写意的图案 这个是窗户上去 对对对 所以阳光打过来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它半影半透 非常的有美感 而且还有亮晶晶的 这个特别漂亮 对 而且它这种水墨的意境 跟我们整个空间的份量 也是完全融合起来的 等会我们就把它固定下来 就是固定了 对对 叔叔 您这一直够怎么干 您歇会吧 不要紧 我看您这什么活都能干 无论是什么 这个入工的什么 都可以干 我觉得您很专业 还可以吧 诶 诶 诶 刚好有两个灯道吧 来灯道在这 老爸这四十年的老公 什么活都能做 这段时间工人非常的紧张 没办法 老婆帮着拉货 老爸帮着这个做 水木油瓦店 什么都帮着做一点 你这人是全家主动员啊 诶诶 我们俩以前也没跟过上次哦 平时看电视觉得 四十八小时很快就装完了 真没想到这幕后 还有这么多的活 这么大的工作量 需要这么多人 你真是太不容易了 诶诶 放心 我们俩一定会尽我们的全力帮你的 好 设计效果最终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装饰一定要装饰到完美 诶 诶 诶 我觉得叠这个扇盖太简单 对 因为我们小时候做手工经常叠这个 这对我们来说没什么难度 后来猜看 这个确实没什么难度 这个就是咱普通的卡纸 然后咱们从小就开始叠这个扇 其实非常简单 但你别看它简单叠完以后 它的装饰效果是非常好的 那我们放在房间哪块呢 呃 你们觉得呢 我建议放在那个电视墙里面 这块我真棒 画到那面墙上可不行 因为咱们这个 现在这面墙呢 是灰派建筑 和这个其他 结合的一个艺术造型 它本身已经非常的丰满了 然后如果加上这个的话 层次感就有点多 太多了 嗯 那设计师我看那边这个屏风空荡荡的 画到那可以吗 呃 这边是吧 对 把它来试一下 呃 你们远看一下感觉效果怎么样 我觉得也很漂亮 是吧 嗯 画在这儿还是不错的 其实咱可以把它挂在咱们的铜马造型上 效果也会非常不错 嗯 这儿也非常的漂亮 这怎么样 你们远观一下 看一看 可以可以 很漂亮 像我们这个梅花多少钱 但是也做出了那么漂亮的东西放在这儿 嗯 小成本出大收益 嗯 这就是设计带来的美感 大家好 我是来自宁波的设计师毛可心 设计师毛可心来自宁波 今天他带来的是一套现代中式的作品 这个现代中式的定位呢 也是经过了前期一番的讨论 因为本身她的家里面的话 女主人是比较向往这种地中海的感觉 因为她比较喜欢这种海边的这种蓝色啊 像男主人呢 比较喜欢这种中式的一些家具 刚开始呢 我是希望用中式的那种传统方式来装修 然后我爱人呢 希望就是比较喜欢海的那个蓝色 她希望用地中海的风格来装修 嗯 当时呢就是说我有一些就是真实吧 经过沟通和了解 最后设计师把空间定位为现代中式的风格 这样既符合了男主人的喜好 又能满足女主人的要求 后期软派中增加了这个女主人喜欢的一些 像地中海的一种元素啊 蓝色的一些东西在里面 又增加了男主人的这种中式像文重的东西在这里面 针对这套面积不大的三居士 设计师在格局的改造上下足了功夫 首先是在进门的玄关处 进行了合理的改造 那么首先呢是我的进门 我是采用一个镜子 包括斜怪这边也采用一个镜面来 整个来拖出这个空间的一个延伸感 那么进来的第一感觉的话呢 可能很多人看到就是会有一个 旋转型的一个像瓶子一样的一个形状 那么这里的话呢 我跟这个镜面出了一个呼应 那么在一个空间里面会遇成一个平平安安的 这么一种感觉 一个小小的造型就能使门口这个空间变得丰富有趣 而在另一边 设计师则把墙角变成了三角形 因为原先在这个结构它是直角形的 那么一个的话我这个会显得这个客厅 包括我的走廊 包括我进来的感觉会非常的狭小 那么我这里借助了卫生间的一部分空间 做了一个切角的一个功能 这样子的话我进来的第一感觉会显得我这个空间会非常大 可能会显得我这个房间不像是90方的 甚至100方 120方的 这个也就是我们设计师可能需要考虑的一个方面 在餐厅的位置 设计师则巧妙地利用了假窗的造型和卡座的设计 使得原本狭小的餐厅变得更加实用 因为本身这个区域不是很大 那么我们也突破了传统的这种设计模式 把我的餐桌 我的凳子放在一起 那么我这个空间的话是采用这个卡座 加上这个条形的凳子 这个也就是说为了节省这个空间 我设得这个过道空间走路空间可能会更大一些 在卡座的另一边则是一个中式的八角窗 设计师利用这个造型设计 将客厅与餐厅变得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原先它这里是一个墙面的一个结构 那么这个的话可能会比较沉闷 那么还有一个的话 我的一个客餐厅没有一个互动的感觉 那么我这里做了一个中式元素的一个八角窗来设计 这样子的话我的餐厅区域 跟客厅区域的一个主人之间可以一个互动 在客厅区域 设计师利用色彩与配饰 营造出了一种清新的现代中式风格 整个空间客厅不是很大 那么我的一个墙面用色 包括我的沙发的采用现在比较柔和的敏色来做一个基调 那么这样子来说的话 我的整个色觉上可能会比较舒服一些 包括我这个墙面来说的话 传统上的世界可能就是一面墙 我可能就是挂一些画或者是一些墙子类的东西 那么我这里为了增加它的一个空间的延伸感 我把这个墙面敲进去了一块 那么这里呢既可以增加一个摆设的功能 又有一个空间延伸 那么这边过来的话呢 我也又采用了一个中色的元素鸟笼 包括这个墙面的一个静面的这种鸟 那么首先这个的话 也就是我这面墙面不会这么呆的 采用这种现代的一种感觉 来粗涂这个空间 它是比较时尚的 又有中国的运缘在那边 而在电视墙的两侧 设计师利用隐形门的手法 巧妙地将两个卧室门与墙面融为一体 这边我们采用的中式元素里的一个对层感觉的设计 这个门首先它原先的一个房门 它是不是从这里进的 那么我为了增加它这一个背景墙的一个空间的一个延伸 我把两边的门做了一个互换 我把一个主屋放到另一边边去 然后小孩把它放到这一边来 那么这样子的话 使我的背景墙更大 包括我的顶上呢 是做了一个暗槽 这个也就是主人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个背头影的设计 在后期中呢 可以在家里面 能大家一起在娱乐啊 看电影啊 非常的舒适 红队现场在石膏基础做好之后 带着漂亮纹理的壁纸也逐步上墙了 外面还有矿路多漂亮啊 你看你看这篷上还有呢 同样的壁纸 你看这个灰蓝色跟这个白色的石膏线 很像的一张 然后你看那个大色大花 那是鸢尾花 就我们这些主题是漂亮的 而且高大上的样子 这也是鸢尾花啊 真好看 你忘了聊我的壁纸呢 怎么样 效果好看吗 漂亮 太漂亮了 帮我们把这个先放着吧 咱们的石膏收骨线条是我们的形 今天做到了我们这些颜色 这壁纸 这壁纸是咱们的色 其实我们这颜色 搭配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这个比例呢 按照是1比3比6的比例 你们看这颜色最重的 可以精确测下面积啊 这个面积值大概占到10% 颜色是最小的部分 然后我们其他墙面的白色 还是我们的主要比例 比例占到60% 在我们美术搭配来讲的话呢 这些蓝色或者其他的一些配饰啊 就是都能接地为中间灰色 占到我们整个比例的30% 我这颜色上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呢 是啊 真的是不容易啊 设计 好可以了 你知道吗 这沙子可不是普通的沙子 这沙子是有来历的是不是 对 这沙子是我跟我老公去 酷酷鲤沙漠玩的时候带回来的 刚好这次可以用来做沙画 那还真是很珍贵了 白白姐这沙画应该怎么做呀 咱们呢 首先把这个沙子全部铺平 然后呢 再在上面画上流旋形的水锅纹的形状 大概要画七八个 然后再在拖门的局部 扁缀上小的鹅卵石 最后一步是在鹅卵石上面 扁缀一些小本的绿叶 让整个的画面更有生机 虽然很简单 但是特别有衣桌啊 对 看起来特别的可爱 我发现咱们这次的设计当中呢 有很多运动到巧热的地方 然后所有的效果都出来了 有种次量拨清新的感觉 好 接下来呢 是我们旧物改造的命题时间 先给大家猜个谜语哈 叫做水管上秀 大家想一想 水管上秀 打一个地名啊 水管上秀会怎么样呢 那就是拧的时候特别的费劲 对不对 所以叫难拧 难拧 为什么出这么一个谜语呢 因为这一次我们旧物改造的命题 就是上了秀的旧了的水管 或者是水管的管件配件 这个难题交给我们的红蓝两队的选手 看看能不能改造的特别的美 特别的出奇 现在呢我们用一些旧水管的配件 来做一个台灯的效果 这个怎么做呀 我不会 咱们一起来 我早就想好了 用一个旧水管的法兰 来做灯的底座 然后接上它的灯通 沿上一个大拐头做灯座 这是灯泡 然后接上一个植管 加一个小拐头 加一个堵头 接上开关 就是一个台灯的圆形就出来 好了 完事了 那我来试一试吧 插上试一看 哎 大龙广城 怎么样 现在是挺好的 但是我总觉得它这颜色还是有点丑 这个我们后期上的颜色就行了 这个涂颜色的工作就交给你了 好吧 我去涂颜色 这管能摸上去这么冰凉 咱们得做一个有活力 有生命力 有思想的东西 等等 能说这儿我能听得懂的吗 你看 咱们拿这个做一个花架子怎么样 我觉得靠谱 那怎么做呀 怎么做呀 反正这点子我就想出来了 你不是建筑之吗 那个怎么做就交给你了 好吧好吧 我是学结构的 这样花架子肯定有两个土来支撑 然后把中间这个管呢 把它当一拉杆 然后上边呢再铺一个木板来承担这些这个花的重量 这样就OK了 好吧 不过木板不太好看 我觉得咱们还得刷点漆 怎么样 有没有生命力 有没有艺术气息 想听实话还是好听的 那你怎么别说 那我还是说点好听的吧 我觉得吧 不怎么听 反正不管你怎么说吧 反正不管你怎么说吧 我有心思 我肯定能够与我上蓝队 那就OK了 先给大家看一个小巧一点的改造 它是蓝队的 从这个颜色上我们就能体现出来 这是一盏灯 这个是灯的开关 然后把那个电线塞在了这个水管和管件里 这个是插销 挺挺后现代的是吧 这是蓝队的一个改造 红队的改造特别的有意思 像一个板凳一样 底下是就是就是管件 然后呢 放上一个木板 你可以当小板凳 换鞋凳 也可以往上放一些植物 放花 都可以放个什么储物的小篮子 也可以 这是红队的作品 我们现场呢 有50位交换空间的热心的观众朋友 请他们用手中的乒乓球进行投票 我投的是红队 因为红队它做的那个小板凳 然后一个可以做画架 就是挺实用的 我投的蓝队 因为我觉得蓝队 它那个特别有小创意的感觉 也特别实用 其实双方的投票结果是非常接近的 24比26 我们蓝队以两票微弱的优势 取得了这一场的胜利 其实大家呢 都有奖品 本栏目的选手奖品 由雨红防水为我们提供 那就是跟家居装饰非常有关联的 工具箱全面的 好 这是你们的奖品 稍小一点 但也够用了 蓝队呢 是一个 哎呀都快停动了 好 谢谢 谢谢 不客气 好了 我们接下来很快就要揭晓 这两处房子的新面貌了 一起来期待一下 等待一下 其实设计啊跟烹饪一样 讲究色香味 已经一样俱全 这次颜色呢 我拿灰蓝作为我的主题色 其中面积占到大概10% 起到我的点亮作用 也相当着圆尾花的美丽和大方 白色作为主导色的话呢 占我我60%到70%的面积 起到橙上旗下的调和作用 形 形非常重要 是我这次改造的重点 我将不同的石膏线 角 花 圆盘 组合在了一起 起到了一定的 错落感觉 和不同层次的效果 希望蓝队选手 喜欢我的作品 愿有花开 愿你们在 现在生活环境里边 美满 幸福 甜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那种大花 小紧张 反正现在就是这样子 大花 是墙上吗 哪哪都是 真的哪哪都是大花 地上墙上 天花上 家具上哪哪都是 因为你听听她的这个名字 你就知道我没有忽悠你们 没有骗你们 叫鸳尾花胎 鸳尾花是一种很漂亮 很优雅的花 听说它是法国的国花 所以你就会知道 整个的这个屋子 有一点法式的感觉 总而言之就全是花 那还是浪漫的 开始给自己做心理安法 我太紧张了 我之前 你胃疼 好几天的一块鸭 我不知道家变成什么鸭 那就去看吧 行不行 好 手呼吸啊 鸳尾花开 三二一 哇 哇 漂亮 我也喜欢 我也喜欢 这样 漂亮 我再加一下 这个花我喜欢 多大玩笑 哈哈哈哈 不要再开开开 哎哎哎 天花上 哦 这不再改了 原来这边是有一个 那个色灯那个是一个 湖形的样的 我们以前就是很古老的 很土气的那种 看热情 现在高大上了 什么也给我们画的 就是到处是花 对对对 但是这个花我们是很喜欢的 没有我想像当中那种大艳丽 特别艳丽的那种 不是那种恶俗的坏 一进门就是这里 这是一个鞋柜 然后这儿储物 抽屉 我们需要一个鞋柜 然后你会发现 你们家所有的调底都拆了 重新做的 发现吗 供电 单哥真是费了好大的功夫 然后你们的墙面都做成这种 上下的不同的这种感觉的 以前我们的墙面 对 光板的墙面 我们以前就是这样的 一般法式的就是有护墙板 来 普通普通的心 光当一条落地 落地了 来 往这儿看 你们还说要储物功能了 是吧 因为我们家听特别的那个小 然后我们就特别想要一个 能放很多东西的地方 包括书我们以前是放在展示柜里边 当时我们没跟单哥说这个事 我还担心单哥想不到这一点 哇塞 重新了 真重新了 下面就是柜子 这都是 都是一共有四个 两个小的 太好了 太好了 一个大的 一个有三个 还有一个 对对对 你们家大量运用了石膏板 从吊顶 踢脚线 一直到就这些装饰 这些皮鞋 还有护墙板 这些都是石膏的 石膏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 就是价格比较低 成本比较低 如果全部都换成石木的 那就不是翻一翻两翻的问题了 对 这样我们的预算就做不下来了 对 那要追求这样的一种效果呢 也可以用石膏板 石膏板还有一个问题 你会不会有顾虑 你想石膏板会有什么问题 日后 就是容易脏 脏 清洗不太方便 合格的女主人 我刚才特意问了设计师 是这样的 在这个石膏板上 无论是墙面还是顶面 都已经刷了这个 耐擦洗的骨骄漆 是可以用清水擦的 那我就可以放心的 脏了可以擦它 对 另外还有 如果你还是嫌它不够的话 那么你可以给它刷一层 回头你们刷一层混油 给它刷完了之后 那就随便擦了 对 那个是油 先把这个事说清楚 我们不担心了 这灯我也好喜欢 这很法式 也很宫殿 然后在这个电视墙这边 用的是石膏板 但是它是罗马柱 发现吧 对 颜色 都给我画了 我们以前都是那种 很单调的 黑色的 白色的 对 我说了吧 天上地上 墙上全是花 地上也是花 地上是地盘 你们还提了一个要求 要睡人 对 因为我们家就是小 小一屎一居嘛 所以说每次 父母来了之后 我们的小两口 就只能搭个地板 然后睡在地板上 那不合适 是这样的 就是在这儿可以睡 你们一般来几个人啊 我们一般也就是父母 俩人 这就睡俩人有点急 这我俩俩可以来 你俩俩也有点急 就都不能平躺 只能测身 然后拿椅子挡一下 很急促的睡 你可以 我们俩个比较苗条 它是这样的 但是底下呢 是有三个大抽屉 又是储物吗 对 又是储物的 对对对 我们最需要的 就是这种空间的 我们家里 你们真是善良的人 听我一说 就顺杆就往上爬了 没事没事 我们俩瘦 我就在这急 其实 其实 既然我都提到了这个话题 来 去个人到那里面去 还是可以拉开的 是 来 一二三 走 好 就拉到这儿吧 就告诉你这个意思 一群往外拉 就是一张床 就是一张双人床 就能跟这个拉平 哦 如果来一个人 那就睡这儿就行了 来 两个人拉开 拉开睡床 对 拉开睡床 这下我们不用 大家睡这儿 这个问题 坐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做成了这样的法式 我觉得它手够麻利的 你要知道 把你的顶拆了 然后用了这么多的 石膏板和石膏线 然后做了这么多的 就是外部的装饰 这个工作量是很大的 包括你看这个 吊灯也是有石膏 做这个底座的 有石膏的花线 然后连你这个 座位的后面 这个它自己跟我交代了 这个是 像一个王冠仪 公圈 我就是带着王冠的人 没想到 它给我们增加了 这么多的储物空间 然后也给我们 解决了父母来 或者朋友来 睡觉的这个问题 我就个人来讲 这个白色的这个墙面 还有这些 鸾尾花 鸾尾花 我个人都是特别喜欢的 谢谢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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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江湖啊 谢谢大哥 谢谢大哥 我个人觉得就是 我比较喜欢的一点就是 我没有跟丹哥提这个 书架这个问题 他想到了 所以我考虑的这一点 我感觉他确实是走心了 其他的方面就是 变化实在太大了 我之前从来没想象过 能变成这样 确实很漂亮 很漂亮 先收就是这个好处 自己的石头先落地 对 然后后收 那就 让宝风雨来的 更猛的一些 走走走 看看我们那一家 我这次的设计 将东方美学 与现代美学巧妙结合 超然洒脱 意韵深远 文化香 听情音 观月色 看鱼儿池中兮兮 将这些元素完美统一 于同一空间之中 一动一径 实现了视觉 嗅觉 听觉的完美统一 让人在淡雅 且富有禅医的环境中 留恋不已 你是弹琵琶 弹得不错 十几 对 十几 对 可是你有一个担心 你怕那个设计师就 因为留下了你的琵琶 你卖它做成忠式的 是吧 对 不喜欢忠式的 其实我不太喜欢 纯重 是纯古典的这种 你跟他讲过吗 我跟他讲过 人生之不如一 十之八九 你们家的主题 叫 居水月在手 弄花香满意 三 二 一 是 是吧 是吧 对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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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不是这香味是这么大吗 对 这是什么香味 花香满意 花香满意 这边 这边 黄色的 这黄色的 我们那边 都快到了黄色的 在这儿 对 你们偷配黄色 是不是 偷配黄色的 我们在那个 就是这个 来 我们在那个 就是比较散色 我一个小区也都知道 所以我就 阳台下 能看过上面 那个阳台也是这个黄色 我们看到 看到阳台的意思 对 就看到这个黄色 漂亮 漂亮 这个 这边就是 弄花香满意了 这个是 有花有蝶 是吧 就是 这边呢 是一个卡座式的 那么可以坐着吃饭 你可以坐在这里看书 甚至是 半靠 鞋靠在这里看书 然后这底下 它是储物的空间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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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都是可以 其实这个鞋柜 因为这儿 比你们的门很近 对吧 对 比这儿很近 然后这里面呢 是铺的沙子 这里面 有水的河纹 是不是 所谓的 居水月在手 这是其中的一部分 水的涟漪 月就是对面的 餐桌对面的 这个月影 在湖面上的 波光灵灵 然后 你们闻到的香呢 是从这个 暗香土里面 出来的 这是一个薰香 这是一个薰香灯 好香 我们在门外 就闻到这个味道 第一精油 在这里面 随意什么样的精油 什么香气 都可以 就是你们餐厅的 我们包裹上面的灯 也都是水呀 雨呀 我的担心 我要提了 这不是日式 不是 你看我们的那边 灰派建筑 码头墙 粉墙带瓦的码头墙 我们过那边看一下 你的琵琶 放在这里 它确实由你的琵琶 生发了一些 就是中式的意境的设计 包括这个 立面的这种 对于灰派建筑的勾化 包括这边 水的涟漪 也是水墨化的 中国水墨化的那种 运用 还有就是那边的 那个屏风 隔断 也是水墨化 有玉兰花 有这个 荷花 看到外面了 外面 因为你们提的 实用性要求 就是说要有个砍书 对 下面是六个小抽屉 放书也大 放大 我去吧 都可以 这边两边是 对称设计 对称美 这个瓦片 是铜瓦 鼻涂的铜 后来铜瓦进行了切割之后 然后给它拼在一起 也是在制造一种水墨纹的感觉 所以军水跃在手 就是它不停地在呼应它的这两句话 包括那边的鱼 它到那个墙面上沾的一个鱼群 就是你的琴声吸引了鱼儿 对鱼翔前鱼 那个当年是有很多的鱼 有水 像这样 陷入沉思了 对 我们俩在体会这里面的意境 对 你坐下体会一下 好好体会一下 沙发是对面摆的 我个人觉得对面摆倒是对的 就是它的合理感更好 大家这样说话 如果是一个长条沙发的话 你想想来的四五个客人 大家说话的时候都要这样 不如这样来的更舒服 更亲切 它就是在营造一种中式的 所谓的禅意也罢 还是意境也罢 但是刚好跟你们说的 不太喜欢中式相冲突 所以我现在想问你的真实感受 其实我之前可能想象的中式 是这种从家具也好 到这种整个的风格也好 或者是灯也好 我特别害怕用那种大的木头 或者是那种的 太沉重了 尤其我觉得我们两个是年轻人 肯定是希望比较时尚一些 比较活跃一些 但是我现在看到我们家 它这个是有一个主题 在里面的一个中式 而且我觉得它的设计师的格局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 是用这种格局来做的 因为我们家其实客厅空间 还是比较大的 其实我当时也觉得 如果说这面摆一排 然后那面摆一排 其实看着可能还是有点 跟普通人一样 因为我觉得我们家 最好是能有一些 特点 对 不同意别人的特点 然后设计师 他从我这个琵琶入手的话 我觉得这个风格 我是很喜欢的 是吗 对 真的 对 就是它这个有一个主题 而且我觉得很有根话的气息 让我在这里面很仿佛 别人如果一到我们家 他肯定会注意到我们家的各种细节 包括就是用把片什么 对 叫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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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主人 我是这样 就是因为我感觉 我刚一进来一下 确实说实话有点被吓到 但是现在坐在这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 就蒙着眼睛 他一摘下来以后 确实一看到我就看到的是这个 因为我就以为是日式的 很像日式的 但是现在我已经进来 大概得有五分钟了 也通过小小姐的介绍 我现在看了一下这个颜色也好 还有尤其这个电视墙 这电视墙我很喜欢 简单 就是这面墙非常简单 但是还有它自己的一个寓意 跟我们的主题还能匹配上 然后那画画的真的很漂亮 尤其是那个月 月 太漂亮了 就坐在那个位置 从那个位置吃饭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那份月 而且我们两个人 一般的人家都是两个凳子 没有什么特殊的地儿 它凳子板着以后 两个人就在看着吃饭 但我们现在可以两个人坐在卡座那边 往另外一个方向去 看到那一面用月亮 然后去吃饭 很有意义 我真的是觉得 设计是在构思这方面 就是包括它这个主题 现在的延续性真的很棒 喜欢就好 因为我一直挺担心的 就是这种风格 就是你们之前 就用语言明确地拒绝过的 而且做成了这样子的 但是还好 我们现在看到的实物之后 还不太能接受 那我们现在就请出来 我们这个蓝队的选手 还有两个训练师 好吧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 也应该算是完美收官了 那我们今天参加节目的 四位年轻人呢 都是靠自己的勤劳 双手智慧 在北京打兵的年轻人 都是自信买的人生第一套房子 相信自己的智慧 相信自己的努力 一切都会变得越来越好 好 那么在节目的结束之前 那我还是要感谢 欧凯家具集团 为我们提供的家装基金 以及海尔天村空调 为我们提供的家电基金 让我们一起说那句话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 交换空间 在今儿的家装庭里面 在你这儿呢 我们再次参加我们的家装庭里面 在你这儿呢 那么喝啊 我们再次参加那边 像这儿呢 在这儿呢 就算是了 交换的空间 情感的故事 两个勇气可假的方子 你加油我长 我加油你长 只要别和从前一样 一起来吧 来体验吧 用你的双手 去感受它 随时的消失 时光了 给你过去你的家 换一个车 真的是没想到我们的家在转转的48小时 就会有这么大的变化 我真的是太惊喜了 太激动了也太兴奋了 我觉得如果我在我们家这样的环境当中 抱着我的琵琶 弹上一曲的话 我估计我自己都会被我自己给陶醉了 看到红队业主非常明了我的设计用心 我真是太高兴了 这真是一次愉快的设计体验 五次参加交往公家了 每次每次都不找我了 这次是我最坚图 最强的一桌 跟着设计师工作了48小时 深刻的体会到装修需要创意 另外一个设计师真的是很不容易 精彩的生活又再次改变 非常幸运的是 我们家现在出现了天翻故意的变化 我现在真的非常兴奋 在两天我的心情就像在坐过山车一样 在看到自己心房的那一刻 我的心也终于落了地 一次非常珍贵的体验 他们是好兄弟 这次共同挑战48小时交换空间 两位年轻才俊 谁的设计更胜以筹 48小时有限时间 无限创意 交换空间上演老友记